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主席阿卜都勒·贾利勒3日在班加西说 反对派希望在苏尔特、塞布哈等四座城市的卡扎菲残余武装于9月10日前缴械 拒不投降者将遭到消灭 在加紧军事行动的同时 反对派加快了建设国家政治体制的步伐 2日,利比亚反对派全国过渡委员会驻英国代表贾马提告诉当地媒体 反对派已经制定出为期约20个月的过渡时期路线图 包括将在未来8个月内组建起草新宪法的委员会 并预计在20个月内选出新任国家领导人 在反对派控制下,利比亚首都迪利波里安全局势正在好转 居民生活逐渐恢复正常 反对派政权临时内政部长埃哈迈德·达拉特2号说 反对派领导层已经要求从外地进入首都的武装人员离开迪利波里 另外,利比亚石油部门4号宣布将在10天内恢复石油生产 计划在18个月内将产量恢复到每天160万桶的占钱水平 Wall TV 李超报道